中华文明太原工程 这一两年我也很荣幸参加了三星堆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几项重要的工作之一 也是我人生经历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经历之一 三星堆我觉得是中国考古百年来最重大的发现之一 它的意义我觉得第一它通过食物 实际的一级一物让我们看到了古属文明的丰富的内涵 对于三星堆的发现让我们意识到古属文明曾经是相当的辉煌 第二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古属文明和夏商王朝之间密切的文化的联系 包括青铜演技业助技术 包括青铜的戏的气形 三星堆顶礼膜拜顶在头上的 但是它同时又有自己非常多的创新 包括它青铜那些的铸造技术 那些神术啊那些 所以我觉得三星堆对古属文明为代表的古属文明 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我其实有一个最大的理想啊 就是建设一个沉浸式的感受体验中华文明的辉煌 中华文化的辉煌内容的大型的主题乐园 或者叫东康迪斯林 因为我们有那么悠久的历史 那么丰富的才能有这样一个 让孩子们因为七几没零得通过文字来读 现在当然也可以通过漫画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游文那种感受 那一二三银堆就是非常好的题材 是 因为大家光看见这个 神像你要把这个世界给它展现出来 多好啊 我也希望能够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做这一项事 我都觉得可以用歌剧的形式 5G的形式都可以 应该是对于中华文明的五千多年历程的 在系统回顾的机制上 做出的非常全面和精辟的概括 因为我们在太原工程当中 我们对中华民这个特质也试图做了一些归纳 我们提出了是 颜面不断 多元议题和接受并序 这三者就是总书记讲的文明的连续性 文明的包容性和文明的统一性 但是实际上呢 总书记概括的更加全面 包括还有创新性 还有和平性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全面 我们也非常精辟的开口 透过二十多个重要的遗址 以及周围的同时期的遗址的 区域的调查 和多些个的研究 我们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的 这个历史脉络 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 我们从中国的考古时到出发 再结合其他的文明 我们概括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新的标准 而且按照我们这个标准 实际上不仅适合于中国 但适合在其他的各个文明当中也是同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